大家好 央行数字货币试点正式启动了 在苏州 深圳 雄安等四个城市进行了试点 那么4月16日 首个应用场景在苏州相城区 落地 这里简单的说一下数字货币吧 首先 数字货币依托于区块链技术 但它不是区块链货币 所以比特币 包括以前炒作的各种 区块链的各种币 可以歇一歇了 这个就可以歇一歇了 不要讲了 那么第二个 数字货币有这么几大特性 一个是去中心化 一个是交易更加的清晰和透明了 它也有利于建立信誉社会 同时会打击 偷税 漏税 小偷 诈骗等等 各种非法的收入 让货币的流通变得更加的透明 也让货币的投放变得更加的惦记 这些往后面再详细的解释 那么第三个 就是数字货币和我们现在支付宝微信里的货币不一样 因为支付宝微信里的货币归根结底还是人民币的数字化 你微信里的钱对应的还是存在银行里的实实在在的实体人民币 那数字货币完全不一样 它是一种全新领域的全新方式的一种货币的发行 我个人觉得其实又回到了以前的计划经济 但计划经济不是一个坏事 首先在美元当时搞国际结算的时候 Kens就主张搞一种类似于计划经济的 美国国内的美元和国际的美元要分开 如果不分开的话存在很多的问题 首先作为国际结算货币 你必须是强势货币 那么作为强势货币不利于出口了 七次 你要让世界各国囤你的货币 那你要拿你的货币去世界各国买东西 也会导致国内的产业的空心化 所以呢也造就了今天的问题 那么第三呢 还需要庞大的军事等等 维系着这个货币的霸权 在世界上会引发各种各样的矛盾 同时呢 美元现在这个国际结算 又要耗世界的韭菜 大家怨声载道 其实这些当年凯恩斯都看到了 以前说过 其实凯恩斯呢 当时 对吧 一战后对德国那个大量的赔款 都认为存在很大的问题 一个是会导致矛盾化 第二个呢 甚至会导致德国的崛起 当时的人很多都嘲笑他 所要德国的赔款 怎么会让德国的崛起呢 但是呢 发展就是一样的 德国赔你款了 只能赔你马克 那你拿了一堆马克 没有用啊 你只能 你得上德国买东西啊 你要上德国买东西的话 那就促进了德国的生产 同样也会压抑本国的生产 因为你上德国买了那么多的东西 因为这个马克是赔给你的 等于是一笔横财 几乎没有多大成本的钱 这笔横财呢 你一定要花掉的 买了很多的东西 在国内啊 用福利等等方式发出去了 那你必然会冲击国内的很多的生产制造的企业 目前来看呢 凯恩斯说的差不多 但是啊 当时之所以在美元结算上 没有采用凯恩斯的方式 甚至说 后来美元结算的这套系统 凯恩斯也同意了 为什么技术实现不了 不仅仅是美国啊 其实我们中国啊 过去搞的计划经济 严格说并不是计划经济 苏联搞的是半计划经济 归根结底是运算不足 那么因为按照共产主义的那套计划经济啊 它的核心的概念呢 是影子价格 影子价格背后是拉格朗的参数 这个算力是非常大的啊 呃 光靠顶级数学家是不行的 而是从中央到地方 从生产到消费到需求 各个领域 无数的数学家 要给你各种的计算 算来算去啊 算力就不足了 所以现在有了大数据了啊 算力会更加的充足的 也在客观情况上啊 让共产主义能够实现啊 尤其是在货币发行上 那好啊 简单说一下 输出货币呢 到底有几种意义 首先 对吧 就是它替代的是M0 不是M1和M2 M0我们直白的说 就是人民手里持有的现金 更直白的说 就是按照货币发行的废学公式 社会的生产和服务的总量 除以货币的流通速度 等于货币的发行量啊 我们更直白的说 就等于劳动力创造的价值 但事实上 在过去的货币发行当中 货币一定会超发的 那么劳动力的价格 一定会不停的减弱的 资本一定是走强的 对吧 因为啊 货币一旦超发 离货币发行机构最近的 或者关系最近的 一定会获得更多的超发的货币 但是超发的货币 也就是说我们通常所说的 广义货币M2 也包括M1 和M0所发行的货币是一模一样 你不能把它区分出来 这些货币都混到一起了 必然 就是劳动力的价格 在不断的被稀释的 以前录那个 American Fast Trade的时候 提过这个事情啊 归根结底 货币的二重性 劳动的二重性吧 那么 劳动的二重性啊 就是一个是劳动力本身的价值 一个是劳动的增值部分啊 货币的二重性呢 就是货币 它一个 是一般等价物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货币本身也是商品啊 按理说货币的本质 就是一般等价物 那通过数字货币呢 就让货币重新回到一般等价物的这个本质上去 让它回到一般等价物的本质上去 因为货币作为商品 比如以前的布雷顿森林底下 黄金作为货币 但是一个社会啊 黄金的总量是有限的 不管当时的美国啊 它的黄金储备虽然世界第一 但是储备总量是有限的 你只针对有限的黄金储备发行了美元 那么随着生产的扩大 随着服务的提高 随着就业规模的增加等等 你这些黄金如何反映 变化呀 只能超发 但是超发又往往会超出这些变化 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啊 那如果作为一个政府 你要保证日常消费品 譬如吃穿住行不涨价 那这个钱一定会流到某些特殊的领域的 比如房价 欧美也一样啊 比如医疗 比如教育等等 一定会流向某些领域的 导致整个社会资产的价格在扭曲 也导致劳动力的价格在贬值 劳动力的价格贬值简单说一下吧 譬如吧 假如你在首都 一个普通的工人吧 假设啊 那可能20年前一个工人工作10年 你可能就买一套房子 那现在可能工作一辈子你买不起了 相对于首都的这个房子 那就说明劳动力在贬值 那么作为这个房子 它有两重属性 一个是使用价值 20年前 30年前 乃至100年前 在使用价值上是没有区别的 都是重 但是它还有个交换价值 而且在商品社会里 归根结底是用交换价值换使用价值 那么交换价值一直不停地走 一直不停地往上走 为什么呀 对吧 因为交换价值背后就是货币 货币一直在多 货币在超发的话 而劳动呢 二重型 劳动是要贬值的 那么你劳动创造的货币 无法跟着贬值 因为货币又不会贬值 虽然我们老讲货币会贬值的 它是针对物价来讲的 但总的来说 100块货币就是100块 虽然购买力在下降 但它还是100块 这里就不详细地解释这个事情了 那么通过数字货币的方式 更直接地回到货币的本质上去 那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 就是商业银行 在传统的货币发行领域当中 央行负责发行货币 但是央行发行的货币 到不了企业手里 也到不了个人手里 它只能到商业银行手里 央行发行的货币是由商业银行 负责发出去的 我们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贷款 那么央行如果降准 降息 会发现贷款很好贷 如果央行收紧银行 你会发现贷款难贷了 不好贷了 如果不是一些央企 或者一些大企 或者有优质资产抵押的话 你很难贷到贷 这个归根结底是 央行发行的货币 由商业银行来负责发行的 而商业银行又要盈利 无论是柜台 柜台对吧 要拦储 而各个部门的经理 每年要代付多少款 收回来多少钱 包括各种理财业务等等 商业银行又要赚钱了 也就是说 央行发行的货币到商业银行里 而商业银行 虽然在间接上促进了 各个领域的货币的流通 但是 对吧 从本质上它也要赚一道 那么央行既然 那么商业银行啊 既然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话 那它在把央行的货币 发出去的时候 就要考虑很多了 这也导致呢 我们在过去吧 增值快的领域 或者资产优势的啊 比如国企等等 更容易贷到款 比如房贷等等 更容易贷到款 那么后来我们虽然收紧了房贷 进行调控了 但是这次疫情之后 我们又发现啊 一些大城市的商业银行的 房贷 受信又增加了 以前的视频也说过啊 那么一旦经济不好的话 社会普遍会出现一种情绪的 对吧 担心未来自己被裁员啊 担心会失业不敢花钱 流动性紧缩 那么一旦这个情况啊 你不管怎么就是 这个钱很容易 流到固定资产领域 因为你翻眼一看啊 各个生产领域 消费也不足 那生产了卖给谁啊 出口也不畅 但是衣食住行 每个人都离不开了 但是像很多食品啊 国家管的严 那就跑到住里吧 跑到房里吧 而商业银行在背后 也会推升这一种情绪 推升这种货币的走向 也包括企业啊 比如08年的四万亿 至今被诟病很多 四万亿总的来说 我觉得是起到它的效果 但也有很多没有起到它的效果 对吧 包括银行也一样 四万亿也是通过银行发出去 银行也一样像当初 也是往地产领域地产受信 非常的多 那对很多企业来讲 也是一样 我们也有很多的案例 那很多的中小企业 是以生产的领域 对吧 比如假如我是生产钢铁的吧 这四万亿里有包括对钢铁企业的扶持 通过商银行我也带到了钱 但事实上没有投入在生产 而是有的去买地了 有的炒地皮了 有的炒房子去 那这个也会扭曲整个货币的发行的 因为货币发行是有针对性的 是针对生产端 针对消费端等等 但是通过这些都扭曲掉 并没有真正的用到它真正的领域 导致固定资产价格上涨 甚至这种情况达到一定的程度 也会压缩就业 所以那么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 它会绕开商业银行 这个数字货币会直接发行到企业 也会发行到个人 在以前我们很能想象 央行直接 你假如我有个数字货币钱包 譬如央行要刺激消费 那他会给我这个钱包里 打一些数字货币的 这个钱是央行直接发起来 在过去我们很难想象 当然不止商业银行 也包括很多地方政府 比如我们很多政府性的本体 也就央行就直接发起来了 并不需要通过政府 也并不需要通过商业银行 所以这对很多的政府门门和银行来说 日后会变得越来越是一个纯的服务性机构 商业银行一样 日后会有一个很大的变革 它更多的是一个服务性机构 对吧 因为它冲淡货币发行中介的这个职能 随着数字货币的推广会逐渐的被取消掉 会逐渐的被替代掉的 包括我们政府很多 不管发一些补贴也好 或者发一些社会救助 社会救济等等 基本就会被取消掉了 由央法直接来发 那么 其实这对货币的发行是更加健康的 因为货币发行 它要针对哪些领域 对吧 不管是针对生产和消费 它本身是有针对性的 那同样 对央法来说 整个数据反馈也是比较正向的 因为它能直接对个人 而且因为这个区块链货币吧 或者说数字货币啊 比比透明有可追溯性 所以譬如他发给了 像前面说的 这个钢筋厂 钱到你手里了 你有没有采购原材料 你有没有生产钢筋 这都是逼逼通明的 发给你钱让你干什么的 你就是干什么的 譬如发给我一逼补助 补助你 做生活消费 那你就要拿这个钱去生活 去消费去 你存起来是不行的 那么他可能会撤销的 因为有可撤销性嘛 所以啊 这对整个央行来说呀 数字是极其透明的 但是 对商业银行来说 或者包括我们身边的 个人来说 又极其不透明 又极其隐蔽的 所以啊 就引证出下一点啊 这个数字货币啊 具有高度透明 和高度不透明的 两种特征 高度透明是针对 央行说的 那么高度不透明呢 是针对商业银行 和我们身边的人啊 所以他也能防诈骗 譬如我们有很多的信息 可能是从银行流出的 或者是从其他领域 流出去的 把信息卖出去了 然后一些诈骗公司给你 你刚买了车 他就打电话 让你买车钱 那数字货币的话 这些信息都不会 流出去的 因为这些领域 不会掌握这些信息的啊 包括支付宝吧 假如你存了私房钱 被你老婆发现了 很容易被发现的 因为你用支付宝 你消费来 你转给贼了 你过来 你买的什么呢 比比清晰啊 那这个数字货币 就比比不清晰了 因为都是隐蔽的 不会告诉你 只有央行能看 那么央行来说 对个人来说呀 对吧 它的高度透明 其实对个人来说 又是高度的安全啊 因为这点 着着说一下 我看很多的视频 又要监控人民的财产 开什么玩笑 个人呢 不管是在美国 都是通过信用卡 转账等等 包括国内 微信支付宝这么清晰 个人反倒更容易被监控 所以这个数字货币 像前面说的啊 实际上大家的信息更安全 而作为央行来讲 央行面对的数据量太大 比如我以前有朋友啊 他觉得花钱太快 要寄一下 他每天花了多少钱的呢 没寄多久就寄不了了 作为个人的具体消费 你自己都记不明白 央行虽有空关心你啊 央行对这个货币的 对吧 整个的流通环节等等 他至少是以百万为单位 他那里的数据量 一看就是上百万 他不会看你一个人 人家也没有那闲工夫 人家也不是吃饱了撑的 但是 譬如这个百万人单位当中 如果有数据欲长的 他是通过大数据来分析的 有数据欲长的 才会跳出个人的 然后有人工减入 如果你的数据不异常的话 在央行这个高度透明的数据里 他也看不到 因为他也没有闲工夫 而且数据量太大了 数据量样子太大了 总的来说 所以还是实现了高度隐蔽和 高度安全性的 那么这个隐蔽和安全性 我再延伸一下 譬如很多非法的财产 他不仅仅是现在 譬如我这里 来了一百万 你这个钱是怎么来的 在数据上都是非常清晰的 如果你这个钱来的不正经 很容易通过大数据分析下来的 譬如我是录视频的稿费 把你这个稿费过来的 譬如我是卖了一个房 能让这个房产过来 譬如我是一个老板 我是生产企业 我是卖了 卖了一批产品 有利批订单 给员工开开工资等等 利润所得等等 非常清晰 如果这个钱无缘无本的话 迅速就跳下来了 那可能就找你了 那他针对的不仅仅是现在 也包括过去 譬如你在多年前 有一笔非法财产 在那存着的 那么你现在要启用它 也一下子就会被卡 同样还有代持 譬如一些非法的财产 我不敢放在我名下 让我邻居 或者是我的朋友 我的亲戚 但这笔财产 除非永远在你亲戚那里 只要它往你这里 发生转移 包括你的子女等等 发生转移 在大数据当中 一定会跳出来 同样你亲戚的 代持这笔资产 也像前面说的 那么你过去的 这个非法资产 也一样很容易追溯到的 也会追溯到你亲戚的 所以像我们老讲 这个公开透明 这个那个的 对吧 这种事情 不管西方也好 港台也好 搞了好多年 也搞不清楚 因为 是人都有立根性 所以解决一切问题 还是要靠科学技术去解决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有切 是第一生产力 对吧 我记得张维在《这就是中国》里说过 以前跟邓小平 他那时候邓的翻译 说 邓小平说 凡是人类社会当中的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 我们都要吸收 放弃一切意识形态 不要管他性质性质 只要是好的 只要有用的 只要先进的 我们都要学习这套技术 对吧 包括公开透明等等 西方的这套制度 或者监督制度等等 已经是一个过去式 无论是从古希腊 包括到过去的 这很长的一段历史实际来看 问题太多了 所以不如向前看 采用新的技术 新的方法来解决新的问题 因为人类社会到今天 我们必定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时代 面临的也是一个全新的问题 那么再说下一点 就是双离线模式 双离线模式很有意思 就是数字货币的交易 没有网也可以 比如我跟你交易 我们俩都没有网都可以 只要有电就行 只要你手机有电就行 能把你的数字贱币打开 依旧可以交易 这一点更多的应用是国际结算 国内当然也可以了 你觉得还是不安全的 还是容易被别人捕捉到我的信息 那你就帮忙断了吧 我们就双离线 或者你直接就有个手机 只按个数字贱币 我从来都不通了 不可以 那在国际上 它就是非常安全的 这里就说国际结算了 国际结算目前在美元系统下 对吧 在美国的SWIFT系统之下 美国一个不只是割韭菜 而且霸王条款太多 比如孟晚舟 各种鸡领狗碎的条款 说制裁这个就制裁那个 说制裁这个就制裁那个 天下苦美就与 所以数字货币交易的话 一个是去中心化多节点 在国际上更是多节点 甚至都没有网 在国际上更注重国与国之间的透明 也包括隐秘 没有人可追查 不会再有一套美国的SWIFT系统 那么它的锚点是什么呢 对吧 以前这个国际结算 要么黄金要么美元 它这个锚点 是一国的生产服务的 可交换的价格 或者可交换的价格 你譬如假如说能源国吧 譬如沙特 你卖石油 你比如说中国这个数字货币交易 你卖石油 那你就根据你这个能出售多少石油来定价 作为工业国是我们能出售多少工业产品 其他的国家也是一样啊 对吧 那么以一国的生产和服务来定价 对所有的国家都更公平 也没有人跟你的韭菜 也没有人从中间抽你的税 就根据你能提供的生产服务 当然也包括能源资源的 来进行定价 让世界呢 变得格价公平 同样会避免很多内部的问题 譬如还是我最开始说的啊 那么在目前这套交易系统下 美元这套交易系统下 会引发内部的很多的问题 譬如产业空间化等等 所以啊 就不要老想了收出避税了 这个社会啊还是要公平 不要老想收着别人的住避税 大家啊 躺在炕上就能获得很多的收益 这是不现实的 从过去来讲 从美国来讲也是一样啊 好羊毛好多了呀 那么也比较天下苦美酒一样 不要老想了收股避税 个人的幸福啊 还是要靠个人去努力的 否则的话也会反受其害 也会深受其害的 过去的事实也证明 这是一套并不是非常可行的系统 那么最后一点吧 最后一 没有 还得还得加一点 就涉及到央地矛盾 其实这个央地矛盾 中央和地方一直矛盾很深啊 不管是银行级别 包括政府级别 比如财政 矛盾都很多啊 那么通过这个货币啊 或者资金的发行方式啊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解套了啊 对吧 比如压力 比如压力矛盾 简单说一个统计数据 跟法官各地统计口径不一样 而且还经常会出现统计造假 为了各种东西吧 那么你通过数字货币这种高度透明的货币发行方式 货币从央行直接对标到个人 那么从生产轮到消费端 乃至到财政救助 财政补助等等这些端口当中啊 数据是透明的 是可追溯化的 而且是直接反映到货币发行的 那么也让货币的发行呢 是适当适可 所以它就不会有通胀 也不会有通缩啊 都是适当适可 这也还是强调一下 那在过去 这个有通胀有通缩呢 就是因为 还是前面说的啊 央行发行货币 美国也是美联储发行货币 通过商业银行代数 商业银行要有盈利的 那它必然会导致啊 谁离商业银行近 或者谁的资产优势能够带来巨大的收益 拿到的货币就多 那很多真正的需要并没有拿到 那它会导致很多的资产价格被高估了 高估到一定的程度 对吧 那经济危机就回落嘛 回落就通缩 通缩之后再发货币 再宽松 再降准 就形成这么一个过程啊 这个事情马克思当年分析的很清楚 不讲细的说了 那么这个数字货币啊 目前还是试点啊 而且商业银行的话 农行开始了啊 也试点了 那其他商业银行也会陆续的跟进了 但是啊 我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会实行 两种货币双模式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指质能比 数字货币双模式进行的啊 数字货币以下替代指质人民币也是不现实的 这个时间到底多长 十年 二十年还是三十年 这也不知道啊 对吧 那么我觉得央行也不知道了 因为很多东西要在实践当中摸索啊 所以要搞试点嘛 然后从试点来看 但是啊 它对整个社会的改变肯定是巨大的 首先第一个啊 在这个双模式之下 肯定会形成 支付宝 微信和央行 三足鼎立的局面 那么这个三足的鼎立局面啊 这里简单插一下 还会考虑到后来的武器啊 其实我们在四季的时代啊 在APP盛行的时代 它也形成一个巨大的弊端 就是互联网上的信息孤导 你其实在四季之前啊 比如百度啊 谷歌也好啊 各种网站的信息 你都能通过一个短缓搜索到啊 但是APP呢 又把这个信息渠道给隔开了啊 头条是头条的 快手的快手的 抖音是抖音的啊 数据数据样本吧 就说对单一APP来说是够大 但对整体来说不够大 那么数据样本分散到各个APP当中了 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呢 信息也被隔绝到各个APP当中了 信息的孤导呢 会愈演愈立的 所以5G时代啊 很多的信息啊 会重新回到运营商里的 和以前的这个3G时代差不多了 会形成回到运营商里的 很多的信息孤导会被打破 那么目前APP这种 一个一个隔绝的信息会被打破的 那么如果数据回到运营商里的话 其实比如央行也一样 那么他通过连通移动这些运营商 他会拿到更多的数据 会有更多的数据样本 那这对数字货币的发行 是有一个促进的 但是它是个双数据啊 对吧 有更多的数据会对数字货币发行 更加清晰透明 更加的有针对性 那同样数字货币更加有针对性 又会对整个互联网的格局 包括所有的产业的格局啊 产生一个深层色的改变啊 这种改变吧 我觉得就像当年 中国这个微信猪板开通了手机支付一样 我们其实从现在回看 可能大家觉得没有什么吧 因为我们身在这个变化当中啊 不使卢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啊 但是我们看一些外国的 譬如库尔上的一些文章 对这种变革是十分惊叹 它是非常巨大的一种变革 但是这依托于一个是我们的 国有银行系统吧 对吧 山业银行虽然以盈利为目的 但是还是要停营建会 我们这个手机支付之所以能推荐的这么快啊 对吧 和这个各大山业银行啊 放弃了不少个人的利益 无条件的配合是有很大的关系啊 以前也说过啊 淘宝也好 微信也好 它上面钱包里的钱之所以能够有信用 是因为各个银行网点给它受了信了 如果你不能在各个银行网点 对吧 存实体人民币 导到微信里 然后微信的钱能够再通过实体银行网点 导到卡里再通过卡把实体人民币取出来的话 没有这个受信的过程的话 微信和支付板是搞不起来的啊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山业银行肯定也吸引了 它一定的利益啊 当然 其实以后牺牲的利益会更多的 这和整个山业银行的体制有关 那第二个呢 也是因为这种体制嘛 中国的借记卡啊 人均借记卡数量是世界最多的 那么 也基于这两点 所以我们的移动支付推行的非常的广啊 那么在这个移动支付的过程当中啊 我们对数字货币有了一个概念啊 哪怕对吧 包括乡村的人都有个概念 包括对乡村的人 包括我们村里的小麦铺 也都可以用微信支付宝支付等等啊 这些大爷大妈们也都用 那对他们来讲 你不需要跟他普及 对吧 你支付宝里这个钱 和数字钱包里的钱 日后有了数字钱包 不是一个钱 不需要 他只要知道这个概念 数字钱包的钱和这个支付宝的钱 差不多嘛 扫码都能发嘛 这就够了 对吧 对全社会的普及 这都是我们能够推行数字货币的一个根本啊 那目前这个数字货币不仅仅是国内 更重要的呢 也是在国际上 对国际结算 那其实这次数字货币的推广啊 也是跟美国 开始正面对纲啊 国际结算啊 是美国赖以生存的基础 但是我们这次数据货币 也说了啊 他的优点很多 其实这些优点啊 在半个多世纪之间 在凯恩斯时代也知道 只是那个时代啊 算力不足 没有大数据 那么今天啊 包括美国也有了大数据了 但是因为各方利益的纠缠纠缠 包括美国互联网移动直播又不普及啊 那么都很难实现啊 所以中国率先的推广啊 呃 他未来的影响吧 我觉得 嗯 不管是这个 中小企业啊 实体售卖 快递送餐 等等啊 包括直播游戏 都会产生一个十分根本性的变革 其实这个变革到底是什么呀 我们拭目以待吧 那么在每一次时代的变革呢 也意味着一次财富的重构啊 对很多来说 也是一次巨大的机会吧 这本身也是打破阶级固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法 比如曾经的承销二元制 对吧 包括啊 最早的时代的导爷 后来时代的地产商 包括 那么最近的五七八年吧 对吧 又是互联网这些新贵等等吧 那么下一个时代呢 又会造就另外一批人了 总会有人失忆的 但是也总会有人得意的啊 这就像朱熹的那句 问取哪得清无许 未有源头活水来 那从国际上来讲 也是一样啊 嗯 无论是两个牙 对吧 包括后来英国的决体 包括后来美国的决体啊 我们看起来是 一战二战啊 包括两个牙 和荷兰英国早期更有一些战争 但是 嗯 背后最重要的根本的 还是科技革命和技术变革啊 无论是最早从两个牙 到后来的荷兰 到后来的英国 英国 最典型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啊 嗯 那么到包括后来的美国第二次科技革命啊 嗯 战争是一次财富重构啊 我当然说的是国与国啊 直接的表现 但它背后还是科技革命 那么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啊 譬如原子弹等等这些 大规模杀伤武器的 普遍式的应用啊 大国之间热战是不太现实了 但是其他方面的战争依旧很多 那 嗯 真正能保证战争生意的 从历史来看 还是占领科学技术的制高点 这才是根本中的根本 那好了 这期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